好的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警方终于在26日凌晨 成功将锁定已久的窃盗团同伙四人 以往大禁 一一带回警局征讯 新被永和某汽车旅馆前 25号下午4点多 先奔开车冲撞刑事局真房车 远景连开三枪还击 射传车辆两枪 而地点居然就在副总统 萧美琴永和的住家楼下 也意外引发国安局随护关切 25日北市刑事局 跟踪窃盗团同伙 在永和萧美琴家附近的 将抓捕一男一女嫌犯 最后将女嫌犯送回刑事局后 再对另一名男嫌犯前往基隆 26日凌晨抓到另外两名通货 目前由刑事局厘清案情中 以上转握消息主播